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如何測量身為 如果你已經下載我的八週減脂計畫表格的話 你會發現右邊的地方呢 有幾個空格是需要你每週做填寫的 包含胸圍 腰圍 腿圍 手臂圍等等 使用皮尺記錄的好處呢 是它成本低廉 技術誤差低 容易記錄 容易進行數據的比較 而且也適用於過度肥胖的朋友們 皮尺呢 它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可以讓你計算你自己的腰臀筆 可以用這個皮尺呢 放在你腰最窄的地方 跟你臀最寬的地方 用腰圍去除以臀圍 就會得出你的腰臀筆 首先 你必須要準備一個皮尺 你不一定要像我用的這一種 你可以用一般的 就是沒有這個頭的 一條東西的 這也是OK 那我這個頭 它只是比較方便 它可以這樣套到這裡面 但這個不太好買 而且我在國外買的 我記得運費超貴 所以大家使用一般的皮尺也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微度測量的時候呢 要確保皮尺是收緊的狀態 並且是水平圍繞在你所測量的區域上面 習慣先從腰圍開始 腰部的話呢 就是測量我們腰最窄的位置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確定你腰最窄的位置在哪裡的話呢 那你可以測量你肚臍的位置 會建議是不要收腹 也不要完全放鬆的狀態 你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 他即將重擊在你的腹部上 你會做出什麼反應 像是用力往前頂的感覺 以後你每次量的時候 都要用這個狀態去量 胸部的部分呢 是環繞我們乳頭的連線 記得皮尺是要水平的圍繞在你所測量的區域上面 左右手臂 一般來說會確保手臂是伸展的狀態 但我個人習慣是出力的狀態去測量 變成我每一次都要是出力的狀態 才可以確保它是一致性的 左右大腿 依照標準的話 會建議測量在病骨以上10英寸的位置 也就是你膝蓋以上10英寸的位置 但是我個人呢 我習慣測量我大腿維度最大的地方 也就是大腿根部的位置 你選定一個位置之後呢 將來每週每一次測量的時候 都要在同樣的位置 左右小腿 測量你膝蓋跟腳踝之間最粗的位置 就是你小腿的維度 臀圍 雙腳並容 測量你臀部維度最大的位置 有一些人還會測量頸部 但我個人覺得好像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必要 因為我也沒有在希望我的脖子可以積肥大之類的 好啦 那今天的深圍測量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別忘了加入我的LINE App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 Pews